北檢二度提讯前台北市副市长彭震生 备受压力的彭震生 含见在镜头前露出了一抹微笑 前杜发局长林周明也出现在北檢 有媒体还独家报导 检调11号悄悄地到第一银行等官股银行 查扣了包括柯文哲 陈佩琪 还有他们的三名子女 还有亲友的保险箱 以及保险室的住用记录 说扣押了百万现金 一样的状况又是全民大办 又是特定媒体 用他自然侦办 你到手叫班 这样就赶宽消息蛮天飞 都不知道的 特定媒体都知道了 柯文哲遭收压 绿媒接力爆料 从陈佩琪到ATM存百万现金 到柯文哲随身跌写1500 如今还说有神秘保险箱 消息全面指向收费 但各界质疑 如果这些证据真的跟收费有关 为何在第一次的积押庭 法官会让柯文哲无保请回 第二次开庭又为何是以土利罪 而非收费罪来积押 如果证据像绿媒说得如此明确 检方为何还不起诉 证据还不见得有 但是好像已经媒体断人生死了 已经把他的家人都毁了 就像你杀人一样的凶器在哪里 最后要找到凶器 连你都知道 法官不知道 检调不知道 把民进党的做法 就是用拼图式的去诬陷一个人 就没有金流啊 没有金流怎么办 用媒体做啊 柯文哲被羁押 检方一路哀哄泄密图利特的媒体 外界质疑就是想带风向 利用舆论压力影响法官 整个社会都觉得还有罪了 我怎么把他给放了呢 所以这是检察官利用媒体 一方面来抹黑当事 一方面也给法官形成一个压力 日前绿媒记者 爆料柯文哲USB的内容 有1500小审 还说消息来源就是检方 名嘴质疑为何检方要冒着泄密罪 被判三年的风险 也要放消息 记者是否用不正手段 不过记者协会却说 这是记者的言论自由 不该质疑记者毁损名誉 这个记者其实已经失去他的专业性了 照理讲是要保护消息来源 哪有透露自己的消息来源 地检署应该要传这个女记者 地检署总要查吧 都已经到你太岁头上动土了 小草声援柯文哲要在全台遍地开花 从13号开始 在双北桃园到金门等地 将连续举办11场的宣讲活动 诉求司法正义小草团结时刻 将力拼政治心理战 记者张志明王志恒台北采访报道